旅客推卸大包小包的行李 排队人龙看不到镜头 春节廉价正式开跑 一早桃园机场就挤翻天 日本仙台团费大概七万多款 春节的期间比较贵 也有看过人这么多 但是今天还可以吧 机场公司预估 尖峰期从2月8号起连14天 每天都会超过13万元次 呼吁旅客提早三小时到机场报到 至于国道容易优色路段 包含国一男相杨美网新竹 彰化王浦岩系统 国三男相土城往关西 快关往雾峰 以及国五男相南港系统 往头城等路段 其中国五男下车潮 上午7点后开始出现 预计下午4点才会输解 恐怕会连堵9个小时 小年夜除夕 以及除以国五的话 会一直持续用设置 下午左右会逐渐输解 那从初了开始 其实国五就会有车潮 会一直持续至深夜 高空局日郭小年夜这天 国道交通量107百万车公里 是年平均平日的1.2倍 其中男相交通量 可达64百万车公里 至于整体春节期间 会有四坡车潮 第一坡就在小年夜 到除夕上午 再来是大年初一 第三坡则是初二回娘家 及初三走圈 最后就是初四下午 到初五的收甲车潮 另外小年夜出游 也可以考虑看雪 2月7号开始 玉山还下击雪来 气温达零下1.8度 小年夜一早击雪 已达5公分 气象鼠预估 中部以北3000到3500公尺 以上高山 都有机会看到浪漫雪景 明天的高温可能也是在中南部地区 也只有15度左右 北台湾可能只有12度左右 气象鼠提醒 要注意天气潮湿寒冷 北部低温下滩12度 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 雨势会持续到除夕上半天 在湿冷天气中过年 民众要注意保暖 记者于盛行曹文明台北报道 旅客推卸大包小包的行李 排队人龙看不到镜头 春节廉价正式开跑 一早桃圆机场就击翻天 以前也有看过的人这么多 但是今天还可以吧 机场公司预估 监峰期从2月8号起连14天 每天都会超过13万人次 会议旅客提早3小时到机场报到 台北网金门同样爆满 民航局下午2点20分 还出动军机输运人潮 而在离岛澎湖机场 春节廉价第一天下午 也出现大批反乡民众 至于国道路况 高工局预估除夕国武 早上10点左右 就会陆续有车潮 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 国一南向杨梅至新竹 以及国三南向土城至关系路段 也是早上9点起开始有车潮 一直持续至中午之后 就会逐渐输解 中午国一南向彰化王浦岩 国三南向快关往雾峰 除夕夜将从早上9点多开始 用线车潮 并持续到中午12点才缓解 南部路况则大致正常 至于整体春节期间 会有四波车潮 第一波就在小年夜到除夕上午 第二波车潮在大年初一 第三波则在初二回娘家 及初三走圈 最后一波就是初四下午 到初五的收价车潮 另外小年夜出游 也可以考虑看雪 2月7号开始 玉山下起雪来 小年夜下午 主风雨时被全被白雪覆盖 积雪厚度更达十公分 十后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各地山区都会是 会有水汽的情况发生 强烈大润轮气团 中部以北的 三千到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十后的上午之前 是有可能会有局部降雪的情形发生 北部离湾下滩十度 中部以北地区又局部大雨 浴室会持续到除夕上半天 除以北部东部又局部短暂雨 出而出三持续转干 腰走村的民众 可以考虑再晚几天 记者渔摄信曹文宁 台北报导 柏油路面闪闪发亮 这个路口在台南六甲 靠近六甲菜市场上午八点多 传出瓦斯外泄 附近民众吓坏了 原本以为冒出的泡泡是下冰雹 也有人猜是玻璃碎片 但浓浓瓦斯味不断飘出来 才惊觉是天然气外泄 刚好下了一场雨 发行一状 全部气泡 在这一块 这一块 好 跟什么都很丟 消防队紧急拉封锁线警戒 还撤离附近居民 六甲菜市场 一早民众采满年货 突然被驱离 吓到屁屁串 我们将泄漏区周围五十公尺 进行管制封锁 而高雄延城区 七号晚上九点多 水沟盖狂冒出白色泡沫 被风吹到四处飘 泡沫满天飞 好像下雪 网友想象力超丰富 也有人说是金斗云 甚至想到棉花糖 悟空要来了吗 四处飘好像下雪 有点浪漫 还是小朋友 倒了整罐洗衣经 想说怎么会有这个 我本来以为是谁家的小孩 不知道清洁洗衣粉倒太多 原来是大楼赶着过年环境大扫除 泡泡流进排水沟 又从孔盖窜出来 变成路边奇景 让民众泽泽成奇 这台南高雄综合播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次是个期待的店铁城市 我们下期待的店铁城市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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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